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贵 花莲县政府30号举行了113年度孝行奖表扬典礼 副省长严新章表扬了10位孝行楷模 齐取借由孝行楷模表扬 鼓励乡亲共同建立孝道伦理 让社会充满正面良善与安定的力量 活动由各孝行奖得主分享自身今年的开始 花莲县省副省长严新章表示 借由这次孝行楷模的故事 期望带动更多人关注和珍惜家庭 让爱与关怀在社会当中继续传递 每个人都有可能从自己做起,从小做起 让孝顺成为我们文化的光辉,家庭的堡垒 社会的温馨,让孝道文化传承延续 今年10位孝行楷模由各机关团体所推荐获奖 分别为玉璃正公所,郑瑞花,玉璃高中,黄一涵 花莲高公李正安,徐绍刚,庄智姐 四位高中张欣云 宇文宇国家兴和余燕起 以及海星高中李富川 我想这个是孝行 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的美德 因为这有这种行为 我想以后绝对是不会变坏的 我们的同学绝对不会 基础都已经打好的 都已经打好的 这道德美德都很好 或在人生的历程当中的话 一定会表现的一定会很好 会关心长辈,关心家庭 甚至以后关心到所有的 周遭的社会的一些 我想这是美德 我想以后会基础都把好的 以后会影响到所有周遭的一些人 所以说我想这个我们准备这个奖的话 我想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有意义 也希望额后 以后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前一场当中 还能够发挥花样 我们这个美德 美德,好不好 那今天现场不客前来 特别欧传达各位 也恭喜大家 也祝福大家 欢迎接着国民政策表示 推行孝贤的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 让爱航关怀在家庭当中 继续绽放光芒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温馨和谐 就有这次孝行凯服的故事 希望带动更多人 关注和珍惜家庭 让爱和关怀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继续传递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